如何看贝加庞克是个美女而不是中年大叔 一直以为她是别人口中的大叔 现在是这个样子有点不适应 你不适应吗 我很适应啊 说实话 在之前我对贝加庞克的兴趣真的不是那么大 你知道吗 因为藤虎啊 凯撒啊 然后这个奎英啊 家智啊 就他们提到 侧面提到 或他们共事的那种 科学家的形象 都是一个很无聊的老头形象 你知道吗 就提不起我这种性质 所以我对贝加庞克一直就不是那么太感冒 那这一次人家是个美女 就确实给我带来新的这个兴趣点了 科学家不一定非得是爱因斯坦那样的 那就太刻板印象了 对不对 太无聊了 那这次整个是一个很有未来感 很干练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而且是个美女 还蛮酷炫的 所以对于贝加庞克这个美女形象 而不是中年大叔形象 我是非常适应的 甚至有点喜欢 还要是个男生也这么帅 也是这么干练 有这么未来感 我相信很多女生也会喜欢 但是怕就怕在啊 贝加庞克这家伙技术太先进 怕就怕在 这只是贝加庞克的一个替身你知道吗 一个仿生人的一个替身 甚至就是一个人造人的替身 真实贝加庞克的本体 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老头 穿着大裤衩 那他可以操控 各式各样的 像我们在1061话 看到这个未来感十足的 干了美女的形象 甚至还有帅哥的形象 甚至还有其他的形象 他可能会操纵他不同的 这个科技的分身 来行动完成不同的任务 然后他的本体 还是之前大家预想的一个糟了头 那就有点无聊了 怕就怕是那样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暂时就先享受贝加庞克的这个美女造型吧 我终于是帝加庞克的这个美女造型 还有一个对象 最后还请不吝点来 然后再谈